新鮮筍絲加上魚丸魚板 還有鮪魚肉燥 香噴噴的蝦喉淋上高湯 開在台南歸人的東港飯湯店 好吃大碗少有名氣 但除了美味 店內更有個小秘密 但湯店老闆走出廚房 拉開隔喉 一名驚人不說不知道 他真的是斜槓的台語歌星 別人電修室友是他電修 是為了開演唱會 公告寫老闆開演唱會 上午一夜下午公休 本來以為是搞笑 但老闆是真的回到故鄉高雄 開個人首場演唱會了啦 皇歷秀服穩健台風 飯湯店老闆吳俊宏 被稱為台語小王子 表演當天台下星光異議 藝人好友余美人台語金曲歌后 張秀卿是他甘姐 資深音樂人許常德 台語天后龍千玉都是坐上兵 很多都是從台北特地搭高鐵 下來高雄 然後為我加油 飯湯的員工 所有我開演唱會那一天 我們就大家休假都來看我的演唱會 台語歌星開的飯湯店 墙上貼滿照片 門口還有蔡小虎王彩華送了盆栽 吳俊宏出聲歌唱節目 時常出現的電視上 客人吃飯到一半也都會要求拍照簽名 這次因為開演唱會電修公告意外引起話題 沒想到巷口小吃店的老闆如此深藏不漏 三雄黃之中鼓不仙 台語那報導